你可以想像一只熊要上树的时候 它其实是这样用力 它一用力的时候 就会留下这样一道痕迹 一条串联谷关到大雪山的缆车计划 穿越中部山区 台湾黑熊的重要棋地 生态 地质 水源保护 多重争议 雪谷缆车将带来毁坏 还是串起谷关的未来 8月18号 星期一晚间10点 我们的岛为您播出 雪谷 熊之战 我们的岛目